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瞧谁哀 我小时候 小孩 多好 几岁了 好了 大了 又问什么 有病了 在四岁时候 生病 生病到医院动手术开刀 开刀大出血 大出血始终就缓不上来了 对了 瘦 一直瘦着八十岁 孩子是瘦 有人问 小时候开刀 什么病这么重啊 开刀 什么病啊 哼哼 怎么说呢 痔疮 听着还奇怪 四岁长痔疮 诶 对了 有痔不在年高 就这么讲呢 是吧 因为大家 我们图行啊 对我挺尊敬 是吧 遵老爱幼 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应当对老人要尊敬 我八十岁 观众对我来说呢 就不能算尊敬 算抬爱 喜爱 疼爱 得这么说了 这不能谈尊敬 因为我得尊敬 关注 关注喜欢我 抬爱我是这样 我对于老人 我也是尊敬 我一条岁数跟我差不多 和比我小 比我年轻点 我八十岁 这人六十来岁 白头白眉毛的 我就老大爷 我就怎么样 就上电车 上汽车 看见老人 让老人坐 你一人坐就说 我不坐 我前面去下子 我前面去到站 你坐吧 让老人应当要坐呀 不但我 每个人都要坐呀 上电车 坐汽车 是老人 老太太 赶紧站起来让人坐下 师母的先生 上电车 上汽车 只要咱们看 别等着 别等受货员喊 每个同志收来 别让个坐 你不也得起来吗 何必呢 干脆一条汽车 这师母先生 或者残疾人 驾着拐 上车了 别犹豫 赶紧站起来 哎 你就坐 坐这儿 抱小孩的 上来 赶紧让 别等人受货员喊 你不要受货 给抱小孩让我坐 你不也得站起来吗 我就这样 我自己 我坐这儿 有时候我就不坐着 赶上车没人呢 都不坐 没人啊 都站着 没有人站着 我坐是吧 我就坐下 走两站 一看 上车 好几个人 大肚子 浅着肚子 上来 花挂子 长发培肩 长发培肩 花挂子 上车时候都费劲 浅着肚 不好上 我坐这儿 一看 上来 别犹豫 赶紧站起来 哎 我说 把这花挂子 长发培肩 让人 哎呀 往里面 坐这儿 坐下吧 这位 理直气壮 一点客气都没有 大模大样 连看我都不看 坐下 连个谢字都没有 等他坐下了 我去去瞧 这花挂子 长发培肩 留着小胡子 抱了一息子 好 sole 多谢 麻烦了 和各种状态 四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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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角形